221是世界母语日 为了响应大众来说自己的母语 台东文化处2月19号要举办 与众不同我有话要说的活动 当中分为亲子台语抢打比赛 还有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的说书人PK秀 及精彩的魔术秀 融入客语和民众来互动 文化处图书馆欢迎大家报名参与挑战 2月21日就是国际母语日 而在台东除了有台语、客语也有原住民族语 为了响应并促进大众能说自己的母语 台东文化处图书馆2月19日将办理 与众不同我有话要说活动 分别有亲子台语抢打比赛 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的说书人PK秀 及精彩的魔术秀 与众不同的我有话要说 这个有话要说就是用自己的母语来做展现 就是你可以阅读一本绘本 参与小小说书人PK秀的一个活动 你可以用台语、客语、原住民任何的一种语言 来帮助你说话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们欢迎6到12岁的小朋友来报名 那另外就是同一段时间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亲子族的一个说台语 文化处图书馆表示为了让自身家庭母语延续 因此特别规划亲子族的台语抢打比赛 让语言传承能从家庭做起 通过这样的阅读跟这样说不同的语言 来展现我们就是跟我们自己在地的语言 做一个结合这样来响应世界母语日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母语不要有中断 所以我们以小朋友跟家长一起来参与 母语是族群的根 藉由这次活动除了推动阅读之外 也从中让大众有机会说自己的母语 而前五名还有三千元的阅读礼券可以拿 文化处图书馆欢迎民众报名参与挑战 一起用欢乐好玩的方式说母语 就讲解泰东市报道